NEO聊四季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來看伊索比亞對上印度斯坦 那這張地圖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那這場比賽是有2000多分的天梯對決 那我覺得還是蠻厲害的 畢竟對我來說 只要超過1600分以上 都是大神等級的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伊索比亞這個文明 這個文明是全遊戲裡面 弓兵射速最快的文明 他的弓兵射速可以加18%的一個射速 他這個射速跟這個蒙古圖技的射速有的比 非常的快速 那伊索比亞除此之外 還有這個重裝長巷兵的免費升級 那這個長巷兵升級呢 可以讓他在城堡時代 立即可以反擊對方的騎士 所以伊索比亞在城堡初期 或中期也不是非常弱的一個文明 但是他比較有一個缺點 就是沒什麼經濟加成 那伊索比亞最強大的地方 是他這個工兵還有步兵路線 那步兵路線的話是指這個彎刀勇士 那彎刀勇士的話也是非常好用 生產速度可以超級快 我記得點一下金冠之後 一隻只要 點下這個皇族血脈吧 印象中是這個名字 然後4秒鐘就可以採一隻 非常快速 你只要單城堡 這個彎刀勇士就會遠遠不覺的產生出來 一直趴一直爽 那伊索比亞除此之外 還有這個投石車 還有均勻投石機的一個效果 欸 還是這個是銀罐 那個 皇族血脈應該是銀罐 金罐應該就是我剛剛說的這個投石車的科技 那這個科技 可以讓他大範圍的 用投石車 砸爆一堆戰毛兵 或者是對方的工兵 或者是大量遊俠 都可以 那伊索比亞的話 後期要轉出這個科技 是相當困難的 那在團戰中會比較常看到 那在單槍來說 比較常看到還是這個彎道 還有這個強弩的一路線 那這個金罐部分可能會比較難點出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的話 我們頻道已經很常出現了 那我們還是稍微簡單介紹這個文明 這個文明 村民的造價非常便宜 省下來的肉 可以讓他高速上到封建時代 甚至城堡時代 那印度斯坦的話 所有的黃金兵種 都是非常強勢的 古拉姆 還有這個印度斯坦的駱駝 帝王駱駝 還有這個火槍兵 都是有這個外傷害加成 像火槍兵就是加20 是增加二射程 這個印度火衝 這個金罐能力 那古拉姆的話 是遠方很高的一個步兵單位 而且跑速很快 基本上可以當老英來看待 基本上印度斯坦 最大弱點就是沒黃金 但沒黃金這件事情 是全部的文明都有的 所以也不算是弱點 所以印度斯坦 其實到後期 是非常缺金的一個文明 因為他所有的強勢兵種 都是需要吃到黃金 不像其他的文明 可能步兵會加一些攻速 或是跑速 或是加一些防禦力 或是攻擊力之類的 或是戰毛兵 垃圾兵 會強一點肉麻 血量多一點 或是跑速 或是攻擊力 防禦力之類的 但印度斯坦是完全沒有 垃圾兵加持的 所以他打到後期 也只有這個大肉麻 比較能打以外 其他東西都 剛剛 嗯 你們懂的 所以印度斯坦到了後期 是要非常小心的 但是他這個金冠 這個大幹道能力 可以讓他的 黃金收入 提高10% 包括黃金 還有這個 聖物的一個 產出黃金的一個效果 都會增加這個10% 所以 後期 印度斯坦 也算是稍微補出 這個黃金不足的問題 但我覺得 好像沒有非常強 所以印度斯坦的話 算是一個偏強軍事的文明 當然 當然 他有農也是可以的 而且農起來也是 但是 具有優勢的 這個農民很便宜的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場的封建時代吧 封建時代兩邊都19P上 哇 Esobia更早18P 最近的我們的影片 這些高手們 這個上封建數的P數 越來越早了 感覺我是不是要再出 新的教學影片 來 來教了 可是我覺得好像不應該 交這麼早P數上 這個可能會讓 剛接觸世紀力國的新手們 會有點混亂 而且 因為有一點算是 極限上封建時代的關係 所以有些經濟配置 會有點打太極限 感覺不太適合 教新手這樣打 或是對世紀力國不守人 這樣子玩 這樣感覺有點不太好 我覺得還是不要教這種的好了 我們還是教一些 比較正常一點的 然後 不會那麼困難學的 我覺得 現在世紀力國上面 大家都想要學最強的 我覺得學最強的想法沒有錯 但是 還是要出一點比較 平移技能的 就是 修行玩家 可以學一些配置 這樣子 讓大家的分布層 會比較廣方一點 而不是永遠只有最強的那種教學 也會來一點 比較 輕鬆簡單的教學 也是不錯的 好 那印度斯坦這邊 圍得超死 他這個圍法圍得還不錯 該圍都圍好了 好那這邊 應該會高處下這個 馬舅 這邊印度斯坦是下 射箭場 欸 這什麼招 18匹雙封雙射箭場 欸唷 欸唷 伊索比亞這個狠狠喔 哇 那印度斯坦這邊 由於肉麻 直接死去的關係 所以並不知道 對方出什麼招 那這邊是先有些下射箭場 那由於可能會 你思考到對方是伊索比亞 是弓兵文明喔 所以印度斯坦第一時間下射箭場 也沒有下馬 就第一時間反刺對手 那這邊是 有可能是這樣子喔 因為他這邊黃金沒有挖 出這個射箭場 也可能是出毛病而已喔 不太可能出到弓兵來 除非待會會有挖進喔 那伊索比亞這個配置 相當極限喔 18匹上封建 然後雙射箭場 這個是比我21匹 找3匹更快速 上到封建喔 但是他這個有個小小缺點喔 雖然這樣子 團戰打起來也很強喔 因為這個出場的時機很早 但確定是 你要捨棄自己家裡防禦喔 你打團戰可能會不能圍架喔 因為你只要一圍架的話 雙射箭場可能就會難產出來 那這個是單挑的話 比較能打的戰術喔 團戰這樣打的話 可能會 繞了很多漏洞出來喔 然後對方就一直轉你家進來 肉麻一直進來騷擾 然後對方攻兵一直轉一直爽 所以這個伊索比亞這個打法 我建議是不要再團戰使用喔 可能會直接原地自爆的可能性很高 而且你們看他雖然可以這樣子 高速出攻兵喔 但缺點就是沒法圍架喔 這是他這一招的唯一的缺點喔 那攻兵出去之後 家裡木頭穩定 就可以開始慢慢圍了 但這個圍的時候 如果對方是一個肉麻開久了 這時候對方應該會有3到4隻的肉麻 甚至5隻喔 眼睛到人家亂竄阿 這時候你要按藏牆邊防守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 還是有可能會被打到幾寸喔 你家裡還是有一個防守的壓力在的 印度斯坦這邊派兩隻單位到前線喔 看一下狀況如何 看到對方雙射箭場開局 刺猴這邊 原來剛剛這邊是用刺猴互打 伊索比亞這邊刺猴是贏的喔 省3滴血而已 印度斯坦這邊可能要稍微小心一下喔 對面已經看到對方是一個大爆工兵開局了 而且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到 印度斯坦對上這個其他的黃金兵喔 他如果是要打垃圾的情況下 印度斯坦是沒有這個加成的喔 所以印度斯坦這邊會相當劣勢喔 那對方伊索比亞的攻兵又有攻速加成 所以這邊印度斯坦可能會過得很難受 可能要找個機會喔 去點個一級射喔 一級射要趕快點出來 然後點出來之後 就點下這個一級防會比較好 因為印度斯坦的一個垃圾兵路線喔 實在是太爛了 爛到一個不行 雖然三攻三級射都有 什麼都有 但是這個時間點他一定要去點一下喔 不然這個真的會很難打 因為我自己也常常遇到這種 超級超高極限的這種戰術打法喔 你不去點這個一攻一防喔 你真的是很難打 這是我個人的經驗塔喔 這個大概打了五六六六 五六年的cd我的經驗喔 千萬是不要小看喔 這個攻兵的射速喔 你不要覺得你是毛兵 不點防禦喔 還是可以打贏對手 雖然 照理論來說你確實是打得贏喔 但是這個攻兵速度實在是太快了 好那這邊如果射進去的話 這邊要非常小心 那這個毛病喔 找個機會看要不要 欸出來 一講完就出來了 找個機會出來 然後在家裡毒死喔 然後從後面包夾 全部吃掉 有時候你在家裡防守 對方看到你在家裡 也不會直接進去喔 那在後面直接一個包抄 你有優勢的時候直接包抄 而且現在有防禦了 這邊有防禦的情況下 一手BR也不敢直接打了 好 沒有升攻擊力 欸有引擎升攻喔 升了一級攻 那這邊只要抓一隻 派一隻毛病腦去右邊抓一下就好 那其他喔直接去左邊 OK 這邊印度斯坦有做到這個細節 好 那右邊這隻就不用控了 就會讓他一直跟著 最主要是要把左邊這一坨 控住 好那這邊派一隻毛病過來防守上方 好了 印度斯坦前期就過得蠻舒服的 但是 一手BR 並沒有一直繼續出攻兵喔 這個是 跟我的教學也是 不同細節 因為我叫的是團戰配置 團戰的一個重點就是 攻兵一直要省 但單挑來說的話 並不是這樣子喔 單挑跟 團戰配置是有很大的區別 這就是我常常一直在強調的 雖然我的教學是團戰配置 但是並不適合用在單挑 所以找個機會 我可能還要再出一個單挑配置 給大家做個參考 比較簡單學的 不然這個 大家都用這個 團戰配置去打單挑 很容易就會落差 甚至很容易會出大事 那伊索比亞這邊就做得相當好 前面這個雖然是一個極限攻兵 一個升級路線 雙射箭場 但是他也沒有一直按攻兵 因為看到對方的毛病這麼多 也沒去去按 那戰友來說 他應該會轉馬救 唉唷 這邊轉馬救 吃猴出來 對方如果看到有馬救的話 矛冰也不會繼續升入了 對方也是有自知之命的 通常你只要下個馬救 對方就會 知難而退 這就是單挑的一個細節 單挑就是你什麼都要出 但是團戰 不是這麼一回事 團戰的話你只要單純出攻兵就好 只要攻兵數量夠多 然後能打贏對面的騎士或落馬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單挑的話 就認了什麼都要自己來 好 那伊索比亞這邊點下了城堡時代升級 那這邊待會可能要再補一個伐木場 不然伐木效率太差了 那這邊可能要再蓋一個TC喔 手下主金 那第二個金礦可能會蓋這個喔 蓋地上TC蓋這個位置 或是直接蓋石頭這個地區 但我覺得蓋這個位置不太好 因為這邊石頭旁邊沒有木喔 到我旁邊去玩木會花比較多時間喔 好 那這邊死一隻弓兵 喔 有點多 這邊升到強奴兵 然後二級射 那伊索比亞的話這邊可以考慮喔 直接下大雪喔 這邊挖金的人數也夠 八個人挖金 這邊兩百木喔 待會直接下這個大雪喔 因為伊索比亞這個層出的一個 強 呃 不是強什麼 奴兵路線喔 有這個彈道雪實在是太恐怖了 好 只要你有跟伊索比亞的這個高端玩家打過 你就知道這個甩攻喔 非常狠 而且有彈道雪喔 你就算出戰毛兵喔 還有可能會被對方秀喔 因為你出戰毛兵防守的時候 也不一定會出到彈道雪喔 但是對方有彈道雪的情況下喔 對方還是有可能 用這個射速優勢喔 去把你的毛兵換光光 這個是伊索比亞的工兵 需要注意的事情 那這邊如果要最好克制對方的方式喔 是出這個奴炮 跟這個頭車喔 那最好這個要搭配一些戰毛兵喔 去做防守 那再更決一點喔 就是早點去點下這個彈道雪 去跟對方的一個奴兵互換 這邊稍微堵一下口 損失了一隻村民喔 兩村 還可以喔 我覺得這個損失兩村喔 總比他直接走進來還要好 這邊家裡直接蓋下城堡 那印度斯坦有城堡之後 有古拉姆 古拉姆就可以對工兵造成大量篡燒傷害喔 這邊毛兵直接去外面 沒有要直接在家裡守 過來騷擾一下 但這邊只要騎士喔 一出來了 這邊毛兵也沒辦法去進攻了 這邊城堡蓋好古拉姆一直出 那我們之前有把這個古拉姆 串燒的畫面喔 完全拍下來 那古拉姆什麼是串燒畫面呢 就是他打這個弓兵喔 會貫通喔 傷害的 他會直接串到後面這幾次喔 串一整排的 有點像是人形奴炮的概念 只要被他戳到就有這個串燒效果 所以古拉姆是非常強勢喔 對上攻兵 而且對攻兵的傷害喔 還是額外傷害 但是他跟一般老鷹也一樣喔 也是人害怕騎士單位喔 近戰防禦跟老鷹一樣都是0喔 所以在對坎的情況下 這個老鷹這個騎士是蠻強的 那值得一提的是 一手比亞也有駱駝 所以他就算對抗馬國喔 陳寶斯他也可以打這個駱駝加攻兵喔 超級黃金組合 去做一個對抗 但是這個情況下喔 印度斯坦不太可能 對方是印度斯坦的關係喔 所以他不太可能自己是出駱駝 就跟對方運打 這邊古拉姆的一個串燒效果直接出現 直接串掉了一些奴兵 數量直接倒了很多 這邊想要拉打 但是直接被counter 屍體一排奴兵直接被拉出來 這就是古拉姆串燒超強的地方喔 但是遇到騎士就只能跪了 但是古拉姆的工作也做到了 只要把工兵解決掉 古拉姆的工業就結束了 那這邊印度斯坦最好是轉一些生旅喔 差不多該下一個修道院了 我覺得可以蓋這個位置喔 或是家裡的位置喔 城堡附近也行 原因現在再來一個重點喔 就是要趕快把自己的 騎士的一個問題解決掉 那目前印度斯坦最好解決的方式 就是直接出生旅喔 現在出生旅的話 還可以撿遺跡喔 這個遺跡趕快早點撿一撿喔 待會上帝王斯坦 才不會沒空去撿 那現在當然也是可以出駱駝 那駱駝的部分 現在出的話 可能還會被對方工兵給射爆 因為印度斯坦的駱駝 雖然是攻擊速度很快 但是並沒有防護效果 所以要特別小心喔 那最好的方式喔 現在出個勝旅喔 稍微壓制一下對手就可以了 好 那稍微看一下上方這個位置 哇 這個騎士直接抓到對方古拉姆來的位置 伊索比亞這邊也稍微 預測到對方古拉姆的進攻位置 這邊還沒有彈到血的關係 伊索比亞這邊有點猶豫喔 到底要先出騎士 還是出弓兵呢 那目前看起來是要出騎士稍微防守 那騎士應該也不能出太多隻喔 出太多的話 對方的一個 駱駝 就會拿到優勢喔 所以這個 薄力的路線喔 印度斯坦還是處於上風狀態 那伊索比亞會顯得比較稍微 你越主動的話就會變越動 變得越 越被動喔 這件事情 你不能太主動喔 那單位也不能出太多 那這個就是 現在伊索比亞需要思考的事情 好 這邊城堡 蓋一下這個位置不錯 直接把它主進去守住 而且木區也是喔 這兩個城堡蓋的都很好 而且 都可以一直安全的出古拉姆 那由於印度斯坦這邊 石頭挖的有比較多的關係喔 那經濟上其實有點慘 村民樹一直沒有拉起來 這時候趕快蓋TC喔 3TC趕快下 那第三個TC我覺得 可以下在外面這個位置喔 但是有點風險喔 原憑外面 但是好處喔 可以守到這個境 不然就是要再拉到後面喔 去直接蓋後面TC喔 伐木 後面有個安全的TC 也是可以值得參考的 因為有時候在後期喔 你說後面挖伐木的時候 後面都沒有東西可以防守 所以如果有個TC在這裡的話 還可以稍微躲一下 因為有時候對方落馬進來騷擾 後面有個TC或城堡 還是比較好躲一些的 這邊看起來 伊索比亞沒有要繼續進攻 跟我想的一樣 伊索比亞也知道 自己騎士不能出太多喔 一定會被針對 這邊轉出生旅我就覺得OK喔 因為對方看到自己有 爆騎士的情況下 也會想要轉駱駝 那這時候出生旅 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生旅一出來 就可以去招搶對方的駱駝 那這邊果不其安 印度斯坦也轉出一些駱駝 駱駝出了四隻 在這個位置喔 兩邊都會開始進入開農狀況 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這邊結果與印度斯坦沒有出生旅的關係喔 所以現在他只能 比較被動一點在家裡 如果出生旅的話還可以主動去外面 先減減一點聖物喔 加壓金 賺個黃金 到地龍時代還可以點這個大幹道 增加這個聖物的 產金礦數量 所以現在轉駱駝出來的話 又會被對方的 一手比亞生旅給克制住 這就是印度斯坦的一個問題點喔 雖然他黃金兵種都很強 但是 在基金完全起來之前喔 越是主動越有風險 尤其是對方已經在全力在暴擊機 在防守情況下 他要打到東西的話 其實也是不太容易的 這邊城堡蓋的位置也不錯 稍微的高地 但是一手比亞還沒有彈到血 這時候一手比亞轉出了這些彎刀勇士 彎刀勇士攻擊力非常高 我都把他稱為玻璃大炮步兵喔 因為他的攻擊力極高 血量極低 防禦也極低喔 但是只要一被他貼到 這個傷害就跟 就非常毀天滅地喔 而且他跑速也是非常快的 這邊駱駝過來打一下 但是這邊 有一隻天空熊在後面助陣 天空熊在扁 在扁駱駝 可是騎士呢 看一下在扁駱駝 哇天空熊做了一些事情 哇這個天空熊一直在找這個古拉姆阿 哇 很兇很兇 那是古拉姆 這時候也點下了帝龍斯坦 不是古拉姆印度斯坦 兩邊大概差距一分鐘喔 那這邊印度斯坦上的時代還是非常快的 畢竟這個村廟太平了 省下非常多的肉 這邊展出更多農田 這種撒田方式我很喜歡 這邊還有個細節喔 沒有把這邊墓墟挖斷 真是相當好 天然的屏障 就把它中斷掉了 後面安全伐木也是一件好事 這邊再展出更多城堡 這邊不是印度斯坦城堡 而是以索比亞的 那這邊如果我們要把手下會有點危險 現在這邊彎道歐斯 如果要解的話 印度斯坦沒有辦法可以解喔 一定要趕快上到地龍Style 出火槍兵 才可以把這些彎道歐斯給變光 但是火槍兵又跑得太慢 彎道歐斯很容易追上 所以現在目前印度斯坦 不太好處理這些步兵 所以目前以索比亞出步兵 彎道歐斯是最正解的一件事情 以索比亞出強弩的話 會被古拉姆串燒 出駱駝或騎士 也沒有特別強 因為沒有品種 還會被對方的一個駱駝給康克 那出彎道的話 對方只能出火槍喔 那印度火衝到地龍Style後期 才會比較有威懾力喔 那在這個城 帝王初期喔 他是很難擋下這波攻擊的 好第一時間上地龍Style 這邊直接按下了 清洗滅 那巨型頭司機也在做升級 但是只有單城都在升 應該後面這個也要再繼續按喔 這個應該也要按一下巨頭 趕快把這個城堡拆掉喔 不然自己眼睛會被控下來 好這波進攻 完導總是升級防禦還沒升完 三防趕快提一下 待會電用Style可能要第一時間升一下 這邊還可以直接升這個精銳 化學 好巨型頭司機 這邊精銳晚點再點 先點一下增兵技術 在家裡點這個增兵技術 然後外面的巨型頭司機 點一下這個升級 看一下 好還是有點精銳喔 家裡的這個增兵結束之後 才會變成精銳 那精銳之後的彎段我是 攻擊技術傷害就會直 上看20攻了 非常高 上面這一波是怎樣 怎麼被彎道打了一波 但是這邊古拉姆數量其實蠻多的 而且印度斯塔爾這邊還有大洛馬 這邊可以考慮使用洛馬 做一個突襲也是一個不錯的策略 這邊古拉姆串燒效果其實還不錯 因為由於彎道勇士的傷害 雖然很高 但是血量很低 串燒效果還是能看得見的 不用彎道勇士的血量 其實跟弓兵沒什麼兩樣 好 直接暴斃 全部死去 彎道勇士來不及 升級精銳就全部送光了 軍營頭司機這邊進攻 感覺還不錯 雖然這邊是高地 那印度斯坦這邊城堡是第一處 所以這邊巨頭會猜得比最少還要快 那對方巨頭打上來的話 傷害也比較高 但是伊伊索比亞現在斷石頭了 城堡沒辦法繼續做修理 印度斯坦這邊的對應還算不錯 用這個大洛馬 誰進攻 那這邊可能要先升三級 因為現在一吹的是攻擊力 不是防禦力 因為對方不是出的 不是攻兵 如果對方是出攻兵的話 先升防禦是OK的 但是這邊印度斯坦還習慣出的防禦 順帶一提 如果他先升防禦的話 就只會加一防而已 因為 近防是加一 遠防是加二 那他又要面對的是彎道勇士 你點了這個三級的科技 只加了一防有點虧 還不如直接加二攻 加二攻直接 衝擊對方的一個單位 會更好一點 這個觀點是這樣子 好 那這邊直接出 出來想要直接解一波 先跟對方的精銳的彎道勇士開打 這邊羅馬雖然青蛇很多 好像有機會可以包得贏 但是這邊還有城堡 那這邊直接過來硬拆這個巨頭 然後自己但是沒有拆掉 正面一個護打 半導勇士 稍微占據了上風 這邊還有城堡加持 其實沒有完全解掉 半導勇士還是打贏了 OK 那進入半導勇士 再升個二攻 攻擊一神王 可以到高達二十二攻的傷害 好 這時候再補下三級攻 如果剛剛有點三攻的話 戰況可能就不太一樣了 畢竟剛剛羅馬數量這麼多 每一隻羅馬都可以吃到三攻的加成 好 這邊再過來 但是為什麼黃金都沒花掉轉這個火槍呢 好這邊再砍一下 三攻還沒有好 打的還是很極限 洛馬 能扛得住嗎 感覺快扛不住了 三攻一好 彎道勇士很脆 有沒有三攻一好之後 血量就掉非常快速的 哇 三攻果然還是要先上的 那這邊 伊蘇比亞的火砲 開始也在開始打 那只要提升這個 應該是銀罐還是金罐 這不太確定了 有點攻擊 等一下這個科技之後 火砲巨型投資機投資車 這個攻擊的傷害 範圍會變得很廣 但是我記得這個科技也是不便宜 好 那印度斯坦這邊 趕快補下了大洛馬的一個升級 大洛馬還是要趕快提的 大洛馬提完之後 對抗這個彎道勇士就會稍微舒服一點 但是除了這個大洛馬之外 應該還是要趕快出一點火槍 作為後勤的一個 換單位的一個動作 這邊直接圍圍石牆 然後在那邊開挖 有想法有想法 黃金樹有點慘 而且這邊有點開挖了 這邊可能最好是圍一下 這裡再圍一下 那正面這個城門可能要再補一下防禦率 不然這個木門太容易被打破 這邊彎道勇士生坦速度非常快速 但三攻還沒有好 哇一手邊應該要趕快去升三攻才對 那這邊完全投資肉量在這個單位上 而沒有先升級三攻 但是印度斯坦的三攻好了 三防也好 洛馬升級也能到最完全了 好這邊 稍微用火炮去解一下 挖金礦村民 印度斯坦面臨斷金的問題 這邊外面的野金被挖 土金也挖到一半 上方的野金在前方 也沒辦法繼續挖 這邊印度斯坦已經要完全斷金了 但是後面有非常多的一個洛馬在生產 這邊靠洛馬去解 解的還可以 但是這樣打下去 對印度斯坦可以相當不利的 火槍兵出不來的話 就只能用洛馬 用洛馬的話也不知道能撐多久 畢竟人家用的是黃金兵 你用的只是洛馬而已 這邊印度斯坦 真的很尷尬 只能用洛馬 而且村民樹被土了一些了 村民樹其實有點慘 只有八十三村而已 看來目前是一百四五村對八十三村 印度斯坦這邊肉量開始慢慢減少 中間這邊大量農田直接被都更 人中田的位置越來越少 可能只能慢慢往上前行 但上方偶爾還是有一些 彎道老師過來去解決 這邊村民樹要拉起來很困難 印度斯坦洛馬越打越少 這邊就用高低優勢 直接達到非常多的洛馬 這邊三級公眾邀下了 伊索比亞三攻一好 印度斯坦可能會有點絕望喔 那還好這邊有城堡 但城堡射得很歪 沒有單道學 有點可惜喔 直接在城堡下開打 一堆伊索比亞非常不利 突然又變五五開了 剩七十五村 村民樹差五十村 印度斯坦還可以打到快五五開 有點奇怪的畫面了 有點奇怪的畫面了 但是這邊 伊索比亞封金的一個 決策相當不錯 當然我覺得這邊印度斯坦也是 有點衰喔 他的附金居然都在前面了 好慘喔 他真的沒有金可以打 上面這邊 又玩偶爾是湧了進來 這邊還是要繼續靠路嘛 但村民樹還是在非常低標的位置 七十幾村 這邊如果斷路嘛 可能就會打不贏 打不贏就差賽了 這邊打路嘛 做一個反擊 就再度扛了下來 玩得我打得很痛 哇 把伊索比亞就決定用玩偶爾士打到底 這個真的很有想法 這邊要趕快把伽利圍一下 不然這個一直沿過來 欸這個十槍沒有喬 唉 他又被揉了一波 他這個一直被繞進來 他這個一直被繞進來 對他來說太傷了 好 這邊 跑進來 上方農田又再度無法種田 蒜品樹 越來越少 剩下六十六村 這一波肉嘛 決定不守家 要往外派 但是家裡 基本上沒什麼東西能守 像是互相傷害環節 但是人家都已經到你家門口了 直接開始在傷害 你還在路途中而已 這時候防守可能會有點損失慘重 還是會被圖到一些村民 這邊直接一個大暴圍 伊索比亞攻擊之外 防守也是相當不錯 拉了非常多村民直接來修修道遠 修道遠 修道遠裡面還有四個遺跡 四遺跡怎麼輸 這時候還補下了這個大級 變成升級 看起來 印度斯坦最後的一個洛馬防守 要直接淪陷了 萬島勇士傷害非常高 這一波防守進攻 看起來也快要擋下來了 非常多的洛馬直接原地倒地 這邊還有一些警方過來 後面還有更多的萬島士捕路過來 哇這波直接被大直接滅 洛馬全部死去 印度斯坦直接的繼續 哇出了232隻的萬島勇士 出的速度實在太快了 慢慢看一下科技 他這個科技其實是沒有點下金罐的 金罐銀罐都沒有點 根本也不太需要 因為他已經不點的狀況下 這個 生產速度就已經很快了 這個彎道勇士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經濟的部分 經濟部分 印度斯坦這邊問題 只是TC數太少 然後金礦 都在前方 感覺有點被地形殺了 並不是印度斯坦玩得不好 但是他一個城堡一個中期的策略 有點尷尬 他並沒有出生理去檢移技 但是如果他有去檢移技的話 這一場戰爭還不一定這麼快就會為幕 可能還有機會把這個附金給搶回來 我覺得相當可惜 但也是印度斯坦 伊索比亞這邊打得非常好 剛才出生理的時候有去檢移技 那也沒有那麼衝動 一直出攻兵 騎士也沒出太多 這就是相當一個細節的部分 因為我們一般玩家在玩的時候 都會想一直出兵 去防守家裡 就不會去思考後續的經濟 轉兵那些的事情 通常會一直無腦的 一直出一個單一兵種 那伊索比亞你都已經想好了 對外防是印度斯坦 他出什麼我就出什麼 他出古拉姆我就出騎士 我出騎士對方就出駱駝 他出駱駝的話我就出 我就出萬刀勇士 哇 這個伊索比亞套路的思緒 就非常的OK 這個就是這場很值得看得一點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ee